不到半年前 法国芭蕾舞天后西维基兰 才来台湾演出五座 六千里外 最近他再度来台湾演出PUSH 这个作品在2005年首演之后 大获好评 创下三季演出 全部受完的记录 而且获得了四项国际大奖 PUSH这个作品 编舞家巧妙融合了 五点芭蕾 巴西战舞 太极还有瑜伽 他说西维基兰是舞台上 最美好的存在 2015年就满50岁的西维基兰 这几年有退休的计划 更显得他今年两度来台湾格外珍贵 拥有天下第一美腿号称的西维基兰 跟知名编舞家罗素玛丽芬 在舞台上互相翻滚以及坠落 2005年他们合作推出PUSH舞作后 大受欢迎 玛丽芬局限于地面的移动 与西维基兰芭蕾舞者的轻巧之间 有着极大的反差 以为舞蹈带来更多层次 西维基兰可以说是芭蕾舞界中的天才 18岁时就在瓦尔纳大赛 拿下金奖 他可以用单脚尖独立完成数秒钟平衡的绝技 跟令同代女舞者望尘莫及 西维基兰预计在近期退休 一度传出日期定在2015年年底 他说现在不想多谈 只想认真准备每一次演出 这次两人为台湾带来的舞作PUSH分为 读舞Shift 2以及PUSH四个部分 其中读舞是编舞家罗素玛丽芬特地为西维基兰 量身打造的作品 西维基兰除了跳舞之外 也常年关注环境议题 他说退休之后还是会继续保护大自然